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舞台剧演员自拍影片 用幽默方式呼吁大家 这礼拜的端午节连假不要回家 还教起应景的英文 你知道端午节英文叫什么吗 Dragon Boat Festival 你知道Dragon Boat这个字由来说吗 龙舟 incorrect 你一样念三遍 Dragon Boat, Dragon Boat, Dragon Boat Dragon Boat 现在端午节 Dragon Boat,所以不要回家 大家如果都挤在连假三天返向 当真的旧恐怖 宜兰头城就有商店组成联盟 推出宅在家优惠 只要民众持有6月11号到14号 双铁或客运的退票证明 三级警戒结束后 就能兑换优惠券 鼓励民众退票 目前大概属于应该有 大概十几家左右吧 然后优惠有从八折 到认品上认选 选品上认选 到送正品 虽然大家都鼓励不要移动 打开定房网站 显示出来的 确实有百分之五十三房间 都被订满 不要紧张 因为这是民宿业者出招 不让民众预订 实际上订房率不到一成 5月中开始有疫情严重的时候 我们就是用满房来处理 就是把房间都关掉 用客满的状况来处理 这样客人就不能再继续订 我们的房间了 而前阵子三级警戒开始后 有些民众似乎认为往山上跑很安全 但当地人真的太害怕 台东有部落入口处设立了体温量测站 进到部落一定要量体温 分酒精消毒 以及进行QR Code实名制登记 只是三级警戒不知何时才能结束 疫情同样也很严峻 就算准备迎来三天连续假期 待在家很闷 但还是别增加移动轨机 因为宅在家对抗病毒 更是现在最重要的事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